影片中甚至記錄自己跑到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拍櫥窗女郎 出發前還揪官員同行但沒人跟她去 公費出去你其他的地方都不可以去看嗎 對於現產業專區設立的相關的問題 我一直在做考察在做研究 因為我在劍橋大學我研究的就是 媒體對整個倉記問題的報導 那現產業專區的設立會是我在年底選舉一個最重要的議題跟證件 童仲葉說因為在阿姆斯特丹教堂旁邊看到紅燈區 讓他想起自己選區萬華龍山寺周邊的拉克問題 想要杜絕改善另立現產業專區 還說這是他的證件 但是不太好啊 都如果說還想在